好的各位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我们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字母 它并不是26个字母的最后字母 但是却是我们此组 贝多芬最后一个设计此组的字母 也就是Y 人都是犯贱的 最早录这门课的时候 想象是80到100个克时左右搞定 没想到深深录到了两三百个克时 我也是拼了 但是再次印证了一点 认真的人总有回报 那么在我录制课程期间 此组贝多芬这门课程 以及书籍 它的销量也冲到了亚马逊的前二十 所以我非常开心 注意不是英语书籍 英语书籍练练练有词是没有对手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搜 三网 无论是天猫亚马逊 当当练练有词都是 教辅类书籍的绝对霸主 还不是说英语 是教辅类所有书籍 那么此组贝多芬的这门 网课推出之后 也取得了几千单的成绩 所以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也一定会录制更好的课程给大家 包括我们紧接的要推出的成播会 也请大家关注 这一档节目绝对有温度 是一档真正做英文和音乐跨界的节目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 好好地加入进来 跟我们一起努力学习 同时享受生活 当然了 韦玲在后期的托福雅思 关键口语类 无论是职场口语 还是面试口语 还包括一年两本的全英文名著进读 我们可不是像薄荷英语那样随便读一读 我们是整个从头到尾 像当年的语文老师讲课一样 把整本书带你们挖透 那么我相信经过这样的一个模型 大家在英文上会真正地把它成为一种能力 而不再是考试工具 这也是伟零 致力于做的事情 我们迎合眼前的应试苟且 但是我们也要坚持自己的诗和远方 确实这句话不是空洞的 而是要做到的 我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师 也在努力为大家做好这样一个领路人的角色 所以接下来我们最后的词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总是在努力 认真的人总不会太差的运气 这一点大家还要相信 叫year after year year by year 叫年复一年 我们看句子叫prices tended to rise year after year year by year 价格总是一年年在涨 tend to叫倾向于 那么它有一个涨得非常类似的词 叫intend to 那这个叫打算做某事 打算做某事叫intend to 而tend to叫倾向于 所以叫prices tended to rise year after year 或者year by year 等等叫一年一年的 好 简单 过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you bet 没了 you bet 偏口语化 也就是of course sure definitely 当然 确定的 你看definite本来就叫确定的 为什么 因为定义 define 一旦下了定义之后 事情就明确清晰了 所以definitely 就叫明确低 清晰低 那么它比较偏口语化的表达叫you bet bet本来是什么意思 打赌的意思 那么它还有一个短语 叫 i bet you i bet you that 叫我跟你保证 我敢跟你赌 有点像中国人 我跟你赌 i bet you that 我跟你打赌 he will come back sooner or later 它早晚会回来 所以体会一下 但是反过来you bet 叫什么意思啊 你读 它不叫 它叫of course 读句子 can you finish this on time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的吧 on time 即时 in time 准时 你能及时做完吗 你能及时把这个事情做完吗 you bet 你猜猜 不是 那就you guess you bet 叫当然一定 好 那么讲到这 哎呦 饭贱了 有点舍不得 怎么这么短呢 男人最讨厌别人说他快了 能不能多讲一点 还 一定要多讲一点 我们一直是有仪式感的 那么 我觉得最后结尾嘛 总是要给大家 表演一个节目 我才不胸口碎大石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我一个觉得这首歌的歌词 让我非常感动 我至少要把词 给你们讲讲 作为最后收尾 这首歌的名字 是一首法语歌词名 它唱的是英文 但歌名是法语的 叫carcera sera 当然也有人说是西班牙语 carcera sera的意思叫做 随他去吧 顺其自然 一切顺其自然 也就是有点像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carcera sera carcera sera 叫做顺其自然 这首歌曾经在 韩寒的那部电影当中叫 叫什么来着 我都忘了 韩寒的第一部电影当中 反正出现过 那么歌词我非常喜欢 我女儿 第一次获奖 就是唱这首歌 所以那天听她唱完之后 我觉得 这首歌的歌词 居然还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 大家可以看看歌词叫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我问我的妈妈 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Will I be pretty 我会变得更美丽吗 Will I be rich 我会变得富裕吗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接下来是她对我说的话 Cosera Cosera 也就是顺其自然吧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Whatever 叫无论什么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它会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The future is not ours to see 未来我们是看不见的 Cosera Co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歌词很简单 当时我听我女儿 唱完这一段之后 我很开心 那么当时我记得是在 一个婚礼现场 她第一次唱 主持人说 哎 你问小朋友 可以表演一个节目 要奖品啊 她就在前面唱歌 唱完这一段之后 主持人说 哇 这小朋友 唱的还是英文歌啊 来来来 送他一个兔子 然后他们本来台上 有三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最后 一唱的这个环节 是三等奖的环节 然后送的这个兔子 是小的 拿上来 工作人员拿上来之后 主持人说 表现这么好的一个小朋友 怎么能送这么小的兔子呢 不行 送大的 然后直接在后面 包了一个巨大的兔子过来 所以我女儿 现在特别开心 当时她一下台 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感谢我的爸爸 爸爸原来把歌唱好 真的有用 当时她才三岁多 全场爆笑 然后她现在 到现在五岁多了 晚上睡觉 还会抱着这个兔子 说你不要动我妹妹 所以她经常说妹妹 上次在幼儿园 老师问她说 诶 朱林一诺啊 我女儿叫朱林一诺 一一 小名一一啊 你这个家里几个小朋友啊 我还有一个妹妹 导致老师一直在问我 你家里有妹妹 怎么不告诉我啊 有个妹妹 就是那只兔子啊 好 所以她当时唱出那一段 你可以想象我作为父亲 我在底下听到的时候 我的感受 真的是 So sweet 所以当她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 然后长大了 第二段 When I grow up and fell in love 当我长大 坠入爱河 I asked my sweet heart what lies ahead 我问我的 sweet heart 什么意思啊 这里的sweet肯定不叫甜心 肯定是问我的对象 问我的爱人 What lies ahead 前面 叫前方会发生什么 前方高能 我长大坠入爱河 我对我的爱人说 前面会有什么 叫我们会怎么样 也就是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我们会每天 day after day 我们会一天一天的都有彩虹吗 也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很快乐吗 你看这种礼语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接下来就是我 sweetheart说的话 Cosela,sela Whatever will be,will be The future is not ours to see Cosela,sela 都一样 这地方都一样 紧接着 What will be,will be 最后第三段歌词 我觉得作为我这个年纪的人听 或者你们终于有一天也会听懂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此刻我有了我自己的孩子 突然一天啊 我教课 刚开始教考研的时候 我2007年入行 当年的我22岁 底下坐的很多学生 年纪比我还大 我到今天都记得 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后面一排三个人站起来走了 三个一看就是已经工作的 在考研的 我当时年纪太小 22岁 穿衣服还不注意 穿个短裤露出一腿脚毛 在昆明 我用三个月的时间背了九节课 每天平均背课十个小时 我当时夸张到每节课可以背出来 可以背出来 就真的不打开书 直接可以把全文背出来 我们看文章第四段的 我们第四段的第六行 有一句话 在第七个单子有一个短语 我到这个程度 所以当时我上完那堂课之后 所有人站起来给我鼓掌 我的第一次课 因为他们离开之后 为了给自己打气 因为我那天的课练得太熟了 我开场第一句话就是 接下来的三位同学会因为 他们的行为而感到后悔 我叫诸伟 如果我的课不好 请你们去办公室找校长投诉我 所以我当时完成了 我人生的第一堂课 我真的是用三个月的时间 每天十个小时准备的九次课 这样算下来的话 大概相当于270小时 准备18个小时的课 你们算一算 我平均花在每节课上的时间 接近14个小时 就一个小时的课 我用14个小时准备 所以一切都是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所以回头我再看这句话 我突然发现 这么多年 我教的学生 也在慢慢的一届一届的在变 但是他们坐在底下的人 年纪永远不变 因为我每年教的学生 都是那一批人 那个年龄段的人 我自己一年年老去了 我上次在山东维方讲座 我都受不了 第一次受到一条短信 诸位老师 今天本来听说你来讲座 我要来见你的 在维方医学院 我记得好清楚 有没有山东的同学在听课的 他说 这个本来今天来见你 我今天 我八年前听了你的课考生 怎么怎么的 我是你第一批学生 他说我今天本来要来见你 但是实在不好意思 我怀孕了 很巧这几天就要生了 我怕我在现场 一见到你人一激动 发动了 突然间见了 诶我一个 突然生下来怎么办 所以 刚是放完那条之后 我的感受是 我真的老了 所以我每次听这一段 我就 很很很sentimental 很思绪 祈福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他问他的母亲 我会成为什么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我会变得帅气吗 我会变得富裕吗 I tell them wait and see 我告诉他们 等等看看吧 cause Sarah sa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所以歌词 就是这么多 所以这首歌作为收尾 我觉得送给大家非常好 只要你努力了 那就 cause Sarah sa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没那么难 哎呦不好意思 上次已经坏成这样 还要唱歌 你们担待一下 维哥只表示态度 加油 这首歌送给你们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cause Sarah sa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cause Sarah sa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when I grow up when I gro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cause Sarah sa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cause Sarah sara what will be will be 好 两段 就可以了 差不多 最后一段 留给你们考上研那天 找我 见面的时候 告诉我 你有孩子 第三个孩子 也要发动的时候 我们一起唱 好 祝大家考试成功 英文学习 愉快 坚持下去 不要把它当一件事 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 希望你们用英文跟我聊天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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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